好 恭喜可以獲得我們的小禮物 就這麼簡單 家裡一般是用蓄水池跟水塔 那請問一下 上面講的這兩個水塔跟蓄水池 通常多久要清潔一次呢 很簡單 多久要清潔一次 好 來 手放下來 來 你要先放下來 你剛剛有得到禮物了 來 一 四 然後後面戴紅色帽子的 好 我們大姐到我們的舞台上來 答案也很簡單 來 我們還有很多題目 大家都有機會 來 你好 請問一下我們這些水塔跟蓄水池 通常要多久清一次 半年 半年喔 標準答案 也希望大家每半年都要清洗一次 維持我們這個用水的清潔 也要恭喜 可以獲得我們的小禮物 就這麼簡單 接下來 好 仔細聽囉 因為呢 我們這些飲用水的設備 不管是在我們的一些公共場所啊 或是在家裡或是學校 其實都有很多的淨水器 家裡有淨水器的嗎 有對不對 那我們這些淨水器呢 其實它會有一些過濾的設備 那我們常常看到這些過濾的材質 有很多種 有過濾布 還有人用陶瓷 還有用活性碳 以及逆滲透魔管喔 非常專業的名字喔 逆滲透魔管 其實都是用來過濾我們的水的 那請問一下 這一些過濾元件 剛剛我說的那些 大家有沒有聽到 我再講一次好了 有過濾布 陶瓷 活性碳 還有逆滲透魔管 大家都記住了嗎 記住了喔 請問一下 大家在家裡學校或是公司 都會用到淨水機 那淨水機裡面 也有一些過濾的設備喔 請問 常見的過濾材質有哪些 請例舉一個 好很簡單喔 好來 手放下來 好 我要數到三